不知道在德国生活过或是正在德国生活的朋友 你们对德国的生活是否满意 那作为在德国留学和生活工作过非常多年的我来说 我觉得德国有非常多值得吐槽的点 那我觉得有三个点是我真的非常想吐槽的 因为这三个点就差点劝退我回国的点 那我觉得德国生活最值得吐槽的点 第一个点绝对是它的住房问题 像我之前是租房嘛 但是我租房的时候我的押金从来就没有完整的回到我的手中 就是这些房东他总有办法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克扣你的押金 无论是比如说卫生费也好 然后什么东西坏掉要你修也好 或是说他你住这么久他需要翻修什么 然后需要你去出钱 这也都是现在看起来是非常不合理的理由 但是你可能是干来德国或是你还在学生时期 有时候就觉得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给人家争 然后就吃了哑巴亏然后这些钱你就扔给他或是怎么样 然后他们就心安理得的拿去了 我觉得有非常多的朋友或是非常多的留学生都遇到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之前在小红书我开了一篇帖子特地来说 大家如何去保护自己的租还权益 然后如何去保护自己的押金 不被华东全部坑走之类的那一个帖子 那我觉得有非常多的朋友都有回护或是有咨询 我觉得就是肯定有非常多朋友都有这样的问题 那租房的问题除了就是被房东坑去押金之外还有非常多的烦恼 你比如说你在慕尼黑或是在柏林几个比较热门的城市去读书的话 真的是一帆难求 我这边以慕尼黑这个城市来做个例子吧 就比如说慕尼黑的冷租现在是已经达到了22欧每平米的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那22欧每平米的一个价格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比如说你去租一个那种多人合租的那种房型 然后你可能就只是有一间房 然后跟别人共用厨房啊 然后共用厕所什么的 可能这样一间房就要支付至少700欧的暖租 那你如果是想要自己有一个那种apartment 就是自己单独的有卫生间有厨房的什么样子的房子 那900欧1000欧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慕尼黑都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那这种房子贵就算了还一帆难求 就是你经常会看到很多帖子啊 或者抖音啊很多朋友就讲在慕尼黑 然后有一个你觉得还不错的房型 然后你会看到房东简直那个选人 真的就是我不知道是比求职还难啊 他会看你的比如说你的收入 呃你的这种什么国籍 你的这种什么的 反正他会根据各种各样的情况来挑选他的租客 但我可以理解说在德国的话 租客的权益是比较高的 然后如果你要想赶走一个租客或怎么样是比较难的 他可以通过这样筛选 但是在慕尼黑是已经夸张到这种就是 我觉得就像一个就是竞争一个非常好的岗位的一样的 这种像求职一样的这种体验你知道吗 就是可能一个房型有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在排队 那房东的选择权是巨大的 而且即使你选择这样的房型 他有可能他区域地理位置还不是太好 有可能你要为了去上学也好去工作也好 他你都每天都需要非常长的出行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在德国租房也是一个真的是非常难解决的一个难题 那好了有些朋友会说那你可以选择买个房啊 比如说我工作了 然后我家里人帮助我啊 我可以先涨个首付啊买个房什么的 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我买个七房 七房就是新房嘛 这种新房一般就会说两年后你可以入住或者怎么样 但是在德国的话七房基本就没有准时过 像在疫情期间有时候我有看过朋友什么推迟两到三年的都有 然后还有因为什么建房的成本 甚至有些建商倒闭 然后他要找政府 然后政府还得去找个新的建商来成建 哇这非常的复杂 你能够在七房准时入住的朋友 我觉得非常的难 几乎我敢说80%的朋友都很难在七房他规定的期限内入住 好那有些朋友很幸运 然后七房拿到手入住了 然后会发现哇这边有问题 那边有问题 就是说像德国建商的水平可能不像几十年前那么好了 他就是说经常会有这边的问题 那边的披露什么的 你又得去跟建商各种样的打官司也好 然后去跟他去争论私逼也好 就是非常的麻烦 好了好不容易这些问题全部解决了 那你有可能发现哇你的邻居啊 他非常喜欢看派对 每天晚上开到你 天天晚上开到凌晨一点啊两点啊 或怎么样就吵得你受不了 你又要找办法去跟他交涉也好 或是报警也好 这都是非常多的麻烦 是我觉得就是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我特别倒霉 反正我在德国住房也好 住房也好都会有遇到很多不同 不要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住房问题真的是 在德国生活劝退我的第一大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是饮食的问题 就是饮食的话 其实德国它是以土豆 还有面包类的主食为主的嘛 那可能会有些北方的朋友 对这种饮食就非常的能够适应 但是南方的朋友有一些就适应不了 那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说还有一些朋友提到的 中餐少 手艺差 然后就是又很贵 那这些问题我觉得 在现在的我来说都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基本上在德国生活过的朋友 他们基本上都会开始自己锻炼自己的厨艺 然后去学习如何做菜 但是你做菜做着做着厨中 你会越来越没有乐趣 那为什么 就是你想做的菜或你想吃的菜 根本就买不到食材 你在德国就是积鸭鱼租 然后你就没有其他的食材了 那其他的食材 你要不然就是要去比较远的超市 那种特定的压潮去购买 或是要去网络上团购 或是怎么样 这些都不是说你能想吃就能买到的 你就要等 而且有些食材特别的贵 你比如说现在 现在你去压潮一趟 然后你要买一些亚洲的零食也好 或是亚洲一些食品 真的非常贵 我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像空心菜 一点点 以前 我我不知道多少个 反正就空心菜 这样一点点 然后包在塑料壳里面 可能就是三四欧 然后比如说像那种 我非常爱吃豆之类的食品 那有一些 比如说像那种 我们那边喜欢叫做油豆腐 那油豆腐有可能 它就八颗九颗三欧 哇 这个东西在我们以前那种菜市场 就是一块钱可以买一袋的 真的 我就觉得非常的贵 最主要问题 我觉得饮食问题 并不是说中餐馆有多少 或中餐做的多难吃 而是你根本就买不到很好的食材 或是买不到你想要的食材 这是最大的问题 那我觉得在德国生活 第三个问题 可能就是 孤独感吧 然后就是很少能够找到 能够叫心的朋友 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喜欢 喜欢文化 或是比较open的朋友 他就会 比如说能够 揉入欧洲的那种文化中 经常有很多跟朋友出去 party啊什么的 我觉得会还好一点 但像我这种比较传统的人 可能就不太喜欢party 然后就不太会去 结交很多外国的朋友 或是怎么样 那我就会有时候留学的时候也好 然后像工作的时候也好 就会有时候会觉得比较的孤独感 就是比如说 你有时候有心事啊 或是什么时候 你不知道去跟谁讲 那我后来会比较好 有了我的伴侣之后 那我有些心事 可以跟我的伴侣说 然后就能够让我心里的 一些烦恼 得到极大的抒发 那其实有时候你有心事的时候 并不是说 别人能够帮助你什么 其实你就是想找一个人 去倾诉 把这些东西倾诉给他 然后作为一个心理上的示范 这样子你就会好非常多 像在德国的话 我实在无法想象 如果你是单身一个人 或是没有特别好的朋友的话 那你这些心事是怎么 如何去处理的 有时候父母在国内 他也不一定能完全的理解你 或是有些朋友在国内 也不能完全理解你 尤其是比如说像留学 毕业之后 有很多朋友各奔东西 那甚至还有些朋友 直接回国了 在这边就很难找到 就是你在这边就很难说去 重新再认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再跟他交心啊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至少需要很长的时间 或是一个过程 或是需要一个机遇 能找给你一个臭气相同的朋友吧 我觉得还有个就是说 你在工作工作中的话 你同事当然经常接触 但是同事有时候大部分都是外国人 那外国人因为文化跟语言的关系 虽然他们有时候人都非常好 但是你其实很难去跟他做到交心的 然后你比如说在工作或生活中遇到烦恼 你也很难去跟他讲 所以我觉得这孤独感也是可以说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劝退的理由吧 那很多朋友会说 那你说这么多德国生活这么差 这么多值得吐槽的点 那你为什么还在德国待住呢 我觉得我在德国待住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沉默的成本 那沉默的成本就是说 我已经在德语上我的学习上过关涨价了这么多 终于拿到了毕业证 然后互出了这么多的努力 那我可能回国就把我这些的优势啊 什么都放弃掉 那我觉得是蛮可惜的 这就像一个沉默的成本 你已经投入了非常多 然后你已经电影看到了90% 那最后的10% 你要不要看掉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沉默成本是我决定 在留在德国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我觉得这个原因就是很多以前在国内工作过的朋友啊 或是一听人家说的在国内的工作 可能就是人情事故比较复杂 然后职场关系也比较复杂 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我这种 不太懂这些人际关系的人去处理吧 所以我就会有一些担心或是有一些害怕 再加上我个人所读的这个专业在国内 可能已经销声一记 或者说已经都快走向灭亡了这种一个状态 所以我再回去跟别人卷 其实我是卷不过人家的 我也不能把我在德国学习到的这些优势 去发挥的出来 所以我就决定留在德国这个样子 那我还有第三个理由就是 可能就是叫做贪图享乐 那在德国的话 大家可能都知道假期会比较多 然后平时工作的话 业余时间也会比较休闲一点 那这种时间我是比较喜欢的 那我就可以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也好 然后可以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也好 然后去就是找到自己人生其他的方向也好 就是给你很多时间去发呆也好 去这些业余时间 然后让你能够更加的丰富自己 这是我个人是比较想要的吧 就我需要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去思考也好 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好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 那不知道大家对于德国的生活 还有没有其他非常想要吐槽的天 都可以评论区告诉我 但还有一些在其他国家生活的朋友 你们生活的国家有什么烦恼的点 我也非常想了解也非常想知道 都可以跟我交流 那这期视频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 欢迎观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